主力筹码在哪里,标股就在哪里 独家AI筹码运算APP,全市场第一个涨标股神器 当冲短线波段涨幅一次轻松拥有 明确进出讯号带来千万绩效收益 用最短速度赚到翻倍资金 当天现转涨停板也没问题 点进当冲最爱,自动找出20档出量喷发股 开盘涨4%跟上满进,盘中锁涨停 筹码大师APP全新改版上线 热赚标股,解锁财富人生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同心 老师,怎么办呢 昨天的美国股市出现重挫 因为本来大家预估 美国的政府会限制AI对中国的出口 可是会应该有一个月的缓冲期 现在不管了,没有缓冲期了 糟糕了,AI股票全部大跌 尤其是半导里的族群 昨天的美股 美国尤其是科技股 费半跌了4% 台积电有跌4% 台积电ADR有跌4%多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就不像前天一样 破底16200以下收缴 前两天,前天最低16163 今天直接破了,还收最低 今天收最低怎么办呢 其实今天收最低有报大量 也没报大量 所以当然可能有两种解读 我个人认为啦 例如说会不会一路量缩一支跌啊 这是一种,因为今天没有报大量 今天量缩 量缩一支跌 另外一种说法 如果 如果 因为其实前两天大户还是积极买超 包括法兰系也是啊 投信买的不够多吗 也买不少对不对 好 如果认为 未来会出现系统性风险 美股创破乱低点 费半也创破乱低点 有系统性风险 那系统性风险就不是说 16000点要守住了 可能未来 15000 14000 未来如果有1000点 1500点 2000点的跌幅 那我现在是不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不管买了什么价 我先砍再说 因为未来再跌1000点 再跌1500点 那股价我卖掉 跌了三成 再减回来就好了 如果大户认为 市场上的气氛 市场上认为 未来有系统风险 未来还要再跌 还要重挫 那先砍再说啊 那请问今天有看到这种现象吗 没有 也没有报大量 还不少股票大涨 还有不少的股票在涨 我们手上有好多好几党股票 今天还来创到破浪高点 所以呢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不用这么悲观 虽然台北股市老是低档费理好像失败了 不过美股低档费理还没失败哦 美股的低档费理还没失败哦 所以也包括韩股也没失败哦 所以目前来看 不用过度的恐慌 像我昨天的大事业化 其实我昨天在写大事业化的时候 美股已经在重挫了 对不对 那我记得昨天的大事业化提醒就是 前一天 不要恐慌追上 就前天大盘收缴了那天 前天提醒 那昨天的提醒不要太乐观追高 我昨天节目不是说吗 昨天盘中大家看到大盘来到月线 涨了一百多点 涨了一百四十九最高 售盘只涨了四十九 对不对 上一线一百点嘛 昨天盘中太乐观 只有我在盘前提醒 提醒大家 盘中不要那么乐观啊 昨天我们不是卖股票吗 今天又买回来了 我们今天买回来了 为什么买回来 我待会跟各位分享 所以因为美股大跌 尤其是科技股和肺半的重挫 所以全职股是承压力了 承载的压力 全职股能抬得起来吗 很难看台积电今天大跌都知道了 台积电压了一半的指数 一半超过 所以中小型股是重心 买小不买大 小型股今天其实表现还不错 虽然OTC也是跌 但是OTC的走势 待会你看看就知道 为什么我一直说OTC会是台股的救星 台股的领先指标 为什么 我待会跟各位分享 来 昨天道琼 其实道琼没有黑的很惨 道琼没有破底 对不对 没有破底 KD值也没破底 标普破底了 标普比前天的低点跌破了 那请问KD破了没有 KD值没有创新低 我不是说吗 三分之二 即使今天晚上标普跟台股一样 创新低收最低 完全没有下影线 像今天台北股市 收在最低点 完全没有下影线 收盘就是最低 那如果今晚标普收最低 请问三分之二是多少 三分之二也比这里高 对不对 18的三分之二是12 不是吗 所以标普今天即使收最低 还是比这里高 还是比这里高 那纳斯达克呢 一样啊 他19这里是8.9 即使纳斯达克今晚收最低 长黑收最低 那也比这里高 所以纳斯达克今天 即使今天中错 他地档还是背离哦 废半呢 老是废半这个长黑太恐怖了 创新低了对不对 那废半创新低 还是比这里高啊 明天 今天晚上如果废半再创新低的话 算嘛 15的三分之二是10嘛 那14.73 大概9点几吧 也是比8.12还要高 所以美股的三大指数 道琼没有创新低 但是标普纳斯达克废半 都创了新低 指标还是背离 即使今天晚上 这三大指数 都收最低 指标还是背离 还是背离 我必须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我的看法 那日经呢 日经今天 今天跳功下来 日经还没破底 指数没有破底 所以没有背离的问题 南韩今天破底了 那南韩有没有背离 还是背离啊 他昨天30嘛 对 那算一算的话 今天最低是吧 今天最低20 那今天最低20 这个指数比这里高得多了 所以南韩还可以跌个两天的空间 还有下跌两天的空间 他背离还是背离 那美元指数呢 老师这个地方 对 有点尴尬 不过MACD还是负的啊 MACD还是负的啊 美元指数还没有创新高 那去年这个时候 对不对 对就在10月底 就在10月底 美元指数这个地方震荡之后 回档 回档是贬值啊 美元指数贬值 结果造就了什么 造就了 到时候我们看一下 新台币当时啊 现在的新台币 老师今天新台币贬值呢 贬的这么厉害呢 往上是贬值嘛 他MACD还没翻正 还没翻正 这是去年 这是现在 今天的盘 11月26号 去年10月27号 去年10月27号 当时新台币也是扁破高点之后 回档 KD死亡交叉之后确定 那这波台股 KD还没死亡交叉啊 等到KD死亡交叉确定 跟去年一样 那台币就要开始升值了 这我的看法 因为MACD当时 一直都没有转正啊 所以就在这里啊 去年底对不对 从10月底 一路升到11月底 这一段造就了一波台北股市 从10月底 涨到11月底 12月初的大行期 当时的美股也是一样 当时的稻穷也是从10月中的利空 一个半月涨了快 6000点 稻穷涨了5900点 一个半月 从10月中涨到11月底 所以这个就是我看到的现象 我也必须跟大家分享 其实每次低档出现的时候 一定是利空 低档怎么可能是利多呢 有利多它就不会止跌了 一定是利空 一定是利空杀不下去 这个地方就止跌了 所以今天晚上的美股 当然也蛮重要的 会不会利空下收缴 还是今天晚上美股继续跌 三大指数 我刚刚说的 有机会背离的 纳斯达克标普和费成半导体 继续创新低 那就考验看台股明天怎么样了 因为美股如果今天晚上还在跌 它指标还是背离的哦 跟各位分享 那台北股市呢 来 有没有 这两天是跟各位说 明天K值的最低值是 等于今天K值的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今天刚好很好的例子 因为今天台北股市不是收最低吗 收最低吗 那我们就看看 昨天的K值 今天的K值是不是刚好是昨天的三分之二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加旋指数是28.27 今天收最低 你就用28.27乘上三分之二 刚好是18.54666 18.8518.8466 你自己去算一下 其实电子类股比较好算 为什么 因为它删除得近 30.33的三分之二是什么 先算就知道了 20.22不是吗 对不对 今天电子的K值指标 刚好是20.22 今天收低了 好 那明天的最低值 明天对资可能会破 因为有没有 K值指标有没有 因为电子类股还没破低 电子类股还没创新低 加权指数创新低了 那老师加权指数K值 背离失败 对 因为今天K值指标已经比前波低点还要低了 加权指数背离失败 电子类股 电子类股没有创新低 不过 有没有 电子类股还没创新低 不过什么 不过如果明天收低 他K值会跌破的 他是会跌破的 那我刚才说 看美股 因为美股三大指数 结始完上创新低 指标还是背离 那贵买指数呢 贵买指数我的看法 今天虽然贵买指数长黑 比较强啊 电子尤其是集中市场破低点 电子也岌岌可危 但是OTC呢 OTC比这里高呢 而且还高不少 那OTC的寄线扣体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大概过了七八天之后 扣体在这个位置 扣体的位置每天移动一天嘛 扣体在这里只要OTC不跌 守在这里附近 等到扣体这个地方的时候 扣体低档区 OTC的季线就翻阳了 所以我一直在节目里面分享 也一再地强调OTC会是这波的领先指标 OTC的季线很有机会率先翻阳 所以未来几天你就看OTC的指数跟60天前来比 有没有比较高的机会 如果有为了60天前如果扣到低档的话 现在的指数比60天前高 那季线就要翻阳 季线就要翻阳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各位不要太恐慌 看看美股今天变化 要成为赢家 讲过N遍了 看对趋势选对股票遵守纪律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什么 专业的操板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at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怎么样看到大世界化呢 很简单 你就加入筹码大师的Liteat 像我每天的大世界化 还有每天早上的盘前叮铃 就是你操作的依据 那你只要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Po的K线图 我们的大世界化 筹码表格 还有每天的节目 其实我创造这套软体是 结合了我30年的操盘经验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我对数字和数学的敏感度 因为我从小对数学就很有兴趣 所以我把我30年的经验 化成用数字和数学的观念 化成电脑能懂的语言 把这30年的操盘经验用数字化 用程式化让电脑了解 所以我把最复杂的选标股的工作 化成什么 化成最简单的讯号出现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其实这也是电脑的功能不是吗 你看我们是透过量价筹码打分数 因为各位你如果对技术面有点涉猎的话 你一定知道各个指标的应用 可是你会发现老师那技术面也不一定准啊 常常看到交叉去买隔两天又死亡交叉了 对不对 因为一旦股票涨绝对不是仅仅于某个指标出现交叉 它就会涨 哪那么容易啊对不对 如果容易的话大家都发财了嘛 看KD指标 看MACD就变大富翁了 有这么容易当然不会 绝对不是这么容易 在股市绝对没有轻轻松松就成为大赢家的方法 你一定要按部就班 而且除了你本质学能要增加之外 你要好的工具和方法 股市它是一个战场 它不是赌场 你不是每天来进股市 赌待会今天会涨还是会跌 赌偶尔会赢 那是看运气 那是运气 长时间的获利要本市 它绝对不是靠运气 所以你要打胜仗 怎么可能要靠运气呢 对不对 要有实力才能打胜仗 要在股市这个战场上取胜 你一定要想办法 来你看 星通 我们那天不是这天买进吗 就前天买的 是不是 前天恐慌的时候 我们说恐慌的时候 我们要去买股票嘛 我们也买啦 我们当天买当然涨停 对不对 当天现买现涨停 对不对有啊 现买现涨停 获利非常恭喜 什么时候买了 这里买的 对不对 46块半买的嘛 是不是 来 46块半买的 当天供涨停板 现买现涨停很恭喜 当天我就说 来 我在盘前 来盘前耶 8点45分耶 哈喽各位 粉丝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对大牌看法 还有个股的选择 非常欢迎各位锁定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筹码大事的时段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记得锁定筹码大事哦 你的老师有没有盘前发抠讯的 你看盘前除了发大盘解解盘之外 我们进出盘前发的呢 8点45分怎么发的 我说星通昨天买到第一名券商是富邦建国 他是隔日冲大户 那目前开盘前请挂价51块4 获利卖出一半的持股 如果开53块就可以卖到53块 所以请大家盘前要挂 盘前就挂 因为隔日冲大户买了隔天可能震荡很大 为什么要盘前提前会员挂 因为如果我看到51块4 请会员挂价挂51块多 可能瞬间掉下来会员老师挂不到了掉下来了 会不会这种情况一定会 所以你看真的是有远见 你看有没有远见 这个是瞬间 吉拉这瞬间跌回盘下 那如果看到吉拉发抠讯 还在打字对不对 打完字你得要平盘的 是不是 所以有没有远见 这是不是30年经验的累积 是不是盘前提醒你挂 挂单就卖到了最高52块2 就卖掉了我们挂51块4 全部成交跌下来 所以你看8点45分发抠讯嘛 有没有 9点10分就发了 我们51块4顺利成交 有好机会再出售买回来 有没有 有啦我们51块4卖到这里有好机会买回来啦 48块8到49块啊 有没有 所以这就是赢家的车 那我们高际呢 所以我说有好机会 有好机会做价差 我除了波段之外 我有机会也会帮大家做价差 我把会的资金就就当自己的资金再盯 这股票再帮各位看 你看高际 10月4号买的 对不对 90到90块2 买到了 有啦90块在这里嘛 最低好像89吧 一定买到 收92赚2块钱 赚不多啦 可是你看哦 这里买的 一路往上找到这里 各位你看看我 10月16号那天的袋子 我10月16号那天我就说 我真的很想卖 为什么 前波高点来了 117来了 我很想卖 我隔天也就卖了 我就卖了 哪里卖 这里卖的 最高117 我等他想要过 我卖 没有过 跌下来 跌破当天的平均价位 有没有 这个是当天的平均价位线嘛 我就卖了 那隔天呢 隔天竟然杀跌停耶 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有没有 我不是买在这里啦 我买在这里 我买在这里 好来 老师他收盘还是收跌停 对他收跌停 我这里卖的隔天买回来 有没有价差 有啊 价差还不小 对不对 好 再来重点来了 昨天收涨停 昨天我怎么说的 昨天我说我卖了 老师你好笨啊 你卖了 你没有卖在涨停板 你卖完还收涨停 你就了不起啊 对我卖在115.5到116嘛 收盘收涨停板 差了一块半都两块钱 所以 有没有这么诚实的老师 啊 老师你卖了 卖了还收涨停耶 那不是卖错了吗 是不是 那我昨天有没有说 我说我卖啦 我就卖在这里啊 对我就卖在这里啊 结果他收涨停啊 那今天呢 今天有加价 赶快买回来 为什么你要买回来 为什么我要买回来 我今天就买回来啦 你看嘛为什么 因为昨天高级是外头本比第二名 表示我卖错了嘛 那我卖错了 今天刚好我卖掉 刚好有价差 当然买回来啦 当然买回来啦 即使是空手的 昨天外头本比第二名 今天因为美股大跌而开低 当然就找买点嘛 像红宝也是啊 红宝是第三名啊 对不对 红宝是第三名啊 所以红宝我们这两天也发给我们抠讯了 各位看一下 正要红宝 昨天呢 礼拜三 有没有 正要红宝 正要是启动讯号 红宝加码讯号 红宝这里啊 有没有 三角形跟着箭头 连续两天95分 今天红宝可以走光了 几乎创新高138.5 今天大盘涨还是跌 跌爆了 那红宝有没有涨 涨啊 所以我说 我们股票还在冲新高呢 是不是 昨天才在哪里 是不是强迫各位赚钱 哪里 1.04分 正要和红宝有没有啊 有没有 正要和红宝 来 红宝 正要呢 昨天启动正要啊 今天大盘重挫啊 一看正要没什么 开低走高 所以你有我们的系统 所以我常说啊 如果你出现讯号 对不对 多希望美股重挫啊 不是吗 你只有 你才能开低买到啊 对不对 如果昨天美股是大涨的话 请问正要 有可能开低让你买到吗 有可能吗 不可能嘛 没有机会嘛 对不对 所以你当你出现好标的 当系统帮各位找到 95分的股票 你最希望的是什么 最希望 晚上看美国 美国他们点个三五百点 你才有低点可以减 你才会比大户买得更便宜 不是吗 对不对 就像昨天外资和投信大买什么 大买高际啊 大买高际啊 我说我卖错了啊 外资投信都在买啊 对不对 而且昨天锁涨停啊 我卖错了 我没有卖到涨停板了 差一块半 所以今天开低 赶快把它买回来 对不对 这就是操作的逻辑 所以为什么要买 这个原因 上市卖高际 卖掉隔天跌停 那昨天涨上来 我又把高际又卖了 好笨的老师 既然承认你卖掉 还锁涨停 就今天还好有价差 我买回来了 这就是操作 这就是操作 所以我常说我怎么看 就怎么说 我怎么说 就怎么做 那正要红保真的很强 所以 你需不需要我们团队的权力支援 当然胜过各位 你自己的单打独斗啊 打仗你单打独斗 真的能赢吗 不容易吧 全个整个团队 致富赢家操盘团队在支援你 你看我们颇段赚到了 价差一样赚到 而且好标的 真的 每天提醒你 强迫你赚钱 不是吗 真的95分的股票 就这么厉害 就是这么厉害 那杨智 连续两天95分 厉不厉害 那直播还有人在问 来杨智 冲上去了 三根涨停 我们扣完这两根 扣完再加两根涨停 好 两根涨停之后 24号重挫 报巨量黑黑 当天直播吧 那有人在问 老师那杨智怎么样 我说杨智你有就续报 没有的话可以买的 昨天 昨天讲 杨智冲上去创新高 今天杨智尾盘还拉上去 今天还在创新高 是不是 杨智今天还要创新高 所以前天的利空 下来洗盘 所以你一定要有方法 第一个你要买对 第二个报他一段 如果没有行情 没有行情你就换股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 我很坦白说 但是呢 对的标的 出现信号 你就抱他一个波段 不对 你就可能小赚小赔出场 再找标的 我们每天都有 都能帮各位找到全市场 最强的自由升 所以我说找标股 如果我说我第二名 谁敢说第一名 杨智是不是 来 三根涨停了 滑讯也是一样 三角形跟着箭头 来 第一根嘛 这天一样爆大量黑K了 18号 对不对 混了两天 这里 24号一样直播有人在问 礼拜二嘛 礼拜天直播 滑讯如何滑讯 滑讯就续报 我说你是有还是没有 有的话恭喜你啊 当然就抱着啊 昨天不涨停了吗 第二根涨停 今天开高走低 请问一下 这里曾经开高走低啊 开高走低有影响他的多头趋势吗 没有嘛 没有嘛 没有就续报 所以今天认为 我认为滑讯如果空手了 你还是可以买 不过 这个真的有点高档 你应该等 有没有跟这里一样的 有啦 每天都嘛有 今天也有 待会儿会跟各位分享 就是有 所以 你不管大盘如何 重点是选股吧 你是指数能帮你赚钱呢 还是个股能帮你赚钱 你又不是做期货了 对不对 你也不是做选择权的 就个股的操作来讲 当然 以看个股为主了 指数只是参考 因为指数是所有股票集合 尤其台积电占到全中又重 所以台积电涨 台积电跌 对指数的影响当然很大 可是 你又不买台积电 你买的是其他股票 那其他的股票 有没有股票 可以变成标股 变成全市场最强的前几名 当然我们知道嘛 怎么知道 简单啊 打分数啊 对不对 你看这档股票哪一档 我说底部大量的志勤啊 对不对 那是盖牌了 三角形跟着箭头冲上去咯 第一根停板 对不对 来 冲上去走 说你不要追啦 拉回来 今天快拉回来 红棒的一半了 没有志勤的人可不可以买 可以买 没有上车的 可以买啊 那说老师那我已经不敢买志勤 已经插一根半停板了 那有没有新的股票起动 有啊 今天有股票起动 跟志勤一样 底部包大量 老师那是什么股票 待会跟各位说 来 所以你看哦 是不是很贴心的 我们每天强迫各位获利 你只要是我们手机APP的成员 对不对 除了你可以拿到抗讯之外 有软体的抗讯 而且 如果 你有我们 赖的抗讯 有做价差的机会 我也帮各位出手啊 是不是 3025信通不是吗 高际不是吗 是不是又做到价差 也赚到波段 这就是赢家的策略 你要跟着谁啊 跟着冲马大师喔 不是吗 来 还有一档股票最近很飙 旺旺保了 10月6号 我们这里又有抗讯了 来这天 这天当时我在节目里还盖牌的 等一支旺旺旺保 有没有 然后拉回来三天 红棒的一半来咯 来咯 来咯 17号涨停咯 有没有 17号 又扣一次 因为加码讯号出来嘛 是不是 17号又扣一次嘛 所以是不是强迫你赚钱 来来来 6号是不是扣一次 1点08分 6号1点08分 来17号什么时候 来17号1点11分 是不是我说的 1点到1点15分 有好的标的出现 就提醒大家 来 10月17号旺旺保 18号直接开涨停 好 来 这天暴大乱黑K来 会不会过 考各位 现在大家都会了吧 量先价行 新大量之后 还有什么 还有新高点啊 来 隔了几天 昨天旺旺保涨停板了 38.05 来 三支了 三支了 老师今天 嘿嘿 来咯 从这里收盘价 29.25 其实你可以买得更低 这天手涨停板嘛 你可以买得更低 29块以下随便买 从29.25到今天最高点 40.45 总共38% 快四成 重点来了 老师今天又爆炸烂黑K 对 所以我认为40.45 高点 还是有八九成的机会会过 所以拉回来 其实你还是可以早买点 不过 如果你觉得老师已经涨四成了 我这里真的不敢买 很简单 等新的股票 我们一定可以帮各位找到 新的股票的起上点 不管大盘局势如何 重点是操作个股 牛不是做指数 对不对 来 所以这些你真的不用羡慕 你看 是不是每天1点到1点15分 提醒大家赚钱的机会 对不对 你也可以做到嘛 唯有领先 才是赢家 这个市场你一定要领先 不要跟着市场 后面人云亦云 对不对 文业涨了一段 我们老早就出现讯号了 你不要到时候 媒体公布才是 这个地方要不要追啊 文业前两天我也说 你就不要买了 文业来各位看一下 平常讯号出来了 我说你文业真的不要再问我 这里要不要买 你要买就买这里 这里就不要买了 你要等了什么 等 新的股票跟文业一样出现起上点 这里才有用 这里再赌他要往上 我觉得很难啊 六成了呢 对不对 就像这一档啊 那这档就多头了 陈美财就多头不是吗 今天陈美财 还是红的 大盘中错 那另外一档呢 这档是什么 万润 万润前两天不是也说吗 你没有万润就不要买了 为什么啊 经验嘛 万润两根停板之后 来 39%对不对 今天万润平常讯号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两天建议各位 你就不要买万润了 直播也有人在问 万润高际的这些股票 我说 3036什么文润 不要买了啦 脱离我们成本那么远 对不对 你要等的是 有没有新股票 有啊 每天都有啊 每天都有啊 所以你要怎么样 克服你的人性弱点 人性弱点是什么 买对抱不住 买错舍不得 对不对 怎么克服 很简单吧 你买对抱住买错舍得 就是赢家了 那怎么样买对抱住 如何买错舍得呢 你看这些 这些股票大概都错过了 都错过 很可惜对不对 但是我锁定了几档股票 文液76%来 高际30% 我还做了两趟价差 对不对 两趟价差 万润也平常需要出来 39% 心通我们现买现涨停 有没有 隔天卖掉 这里又买回来 是不是 现在还在啊 还在啊 那杨智呢 杨智今天还在创新高 华逊今天盘中也创新高 对不对 万万宝今天早盘也创新高 来 红宝昨天才抠了 今天创新高 正要昨天抠了 今天创新高 要拍手 当然要拍手嘛 对不对 好 那新的标的在哪里啊 老师 有啊在这里啦 昨天才抠了 今天刚好拉回 你看哦 这三大反而买卖超 这段期间 就昨天 三大反而买最多 那今天拉回来不是吃豆腐的机会吗 对不对 这档也是啊 今天三大反而买最多 今天又拉回 那不就是吃反而豆腐的机会吗 所以在等各位啊 那这档股票呢 第一档报大量 第一档股票 只有报大量的股票 我有兴趣 今天第一档报大量 今天也扣也扣也扣也 所以我都帮各位准备好了 自付APP 负责选股票 各位你负责什么 你就负责数抄票就对了 所以 跟着我们轻松快乐 选标股 你的选择只有两个 你如果是每天在看盘的操盘手 你的工作就是在选股票的 很简单 你唯一的选择 把自付筹码大师的APP 带回去 如果是上班族 你不能盯盘的呢 盘中即时讯息再到 好股票出现好的买点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自付专线 成为自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